您关心国小的校园居然出现卫爆弹 这是在金门的金鼎国小 现场在进行停车场的施工工程 没想到工地中发现了一颗105公里炮弹残体 和一旁的店家只有一墙之隔 夸张的是这颗炮弹被发现后 感觉是放置了很多天 疑似是施工单位挖出来随意气质 随后也通报了卫爆弹处理小组前来移除 军方卫爆弹处理小组一下车 拿着防爆毯一步步接近工地 因为里面居然出现卫爆弹 将外观严重袖拾的卫爆弹赶紧包起 国军弟兄终于让大家松了口气 因为这颗足以炸毁整栋效射的105公里炮弹产体 居然是出现在金鼎国小校园里面 更看附近的店家一墙之隔 让校方完全傻了眼 听到这个卫爆弹非常的害怕 然后也想了解原因 那我们也立即跟教育部有校案通报 金鼎国小进行停车厂工程 疑似是施工单位挖出来后 直接丢弃在民宅墙角 这一放就是好几天 那旁边有一个卫爆弹 好几天了 就赶快请警察派出所 请卫爆弹小组来处理 因为我通知校方校长他说也不知道 就不清楚 因为前天走过去就看到有一颗放在那边 我以为都已经处理好了 幸好这颗炮弹隐性已经毁损 弹体也严重袖拾 没有立即违安顾虑 被军方带回销毁处理 也结束这场卫爆弹惊魂 记者温明雅金门报道